大人小孩都缺钙 聪明补钙 吃出好骨骼 其实国人现在缺钙的情况 真的非常严重 经过调查发现 其实从7到65岁的民众 95%都缺钙 因为很多人担心说 喝咖啡可能会有缺钙 但是经过流行病学研究调查发现 其实我们女生 20岁到50岁 这个年龄层的女生 其实喝咖啡 跟所谓的骨质 骨质流失 或者是骨折的发生 好像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但如果超过50岁以上的女生 可能经历了停筋 荷尔蒙磁激素的下降 然后如果再加上你 一天喝超过4杯以上的咖啡 又有一些抽烟习惯的话 其实就跟骨质 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其实我们很多饮食的一些小地雷 也会影响钙的保留 包括你可能大鱼大肉 重口味 其实 其实很多人常常会说 营养师我为了补钙 我可不可以牛奶当水喝 牛奶当水喝 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 牛奶除了钙含量高出来 其实也是一个蛋白质含量 很丰富的来源 所以你一天到晚当水喝的时候 其实你可想而知 你的蛋白质摄取一定过量 所以其实这时候牛奶里面的钙 其实通常保留不住 常常很多人早餐的组合 很自然就是面包搭配牛奶 那其实这个组合也是很NG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钙要在我们体内有效的利用 其实会牵连到一个钙铃比 其实钙铃比的组合最好是 1.3比1 所以为什么我也不建议我们国人 一天要吃1000毫克的钙 800毫克的铃 就是1.3比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组合 尤其是面包搭配牛奶 它不要说1比1都不到 它可能连0.5比1都不到 所以钙跟铃是 所以就是因为你高磷的一个摄取 使我们的血钙下降 血钙一旦下降 就要去抓骨头里面的钙 所以你的骨骼就会出问题 所以高磷的东西一定要注意 除了面包的这些制品之外 还有就是第四点NG的习惯 就是爱喝碳酸饮料 碳酸饮料通常它是 磷含量很丰富的一个来源 所以既然我们这么多的食物来源都高磷 如果再加上一个碳酸饮料 那你的磷跟钙就会更严重的失衡 就会导致我们的钙 更不容易保留在骨头里面 而至于说我们一天到底 要摄取多少的钙呢 是刚刚讲的 除非是孕妇或者是成长发育的小朋友 可能会稍微再高一点 那很多人说营养师 我真的食物里面 要摄取足够的钙真的很难 他就会选择用营养补充品 不是说不行 而是希望大家不要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讲一颗就1000毫克 一劳永逸就很方便 但其实我们肠道对于钙的吸收 其实不高 大概20%左右 如果当你一下子很多的情况下 吃到身体里面 他的吸收率会更低 所以会希望大家 一天少量多次 比如说你的一个钙片很大 你扒一半 早晚或者是甚至一天吃三次 分次吃 其实他的吸收率会比较好 那如果再搭配一些维生素C 比较高的水果 这样子补充 其实钙在我们身体的利用率会更棒 而且补钙一定要补对 只吃钙片绝对没有用 要这样子补 比它们低 除了钙之外 请你加低 还要加美 为什么 大家就觉得很乖 第一个补钙 大家已经讲过了 你现在吃的量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 30岁的时候吃的量 一样多 不够 因为身体会退化 那我是没关系 因为我才28 我还没30 所以这个是补钙 所以你没有补多量的钙 你的肠胃道是吸收不进去的 另外就是钙在肠胃道里面 一定要有D 所以如果你单纯补钙 你补维他命D的话 没有用 你的钙一样从大变出去 完全没有用 另外为什么要补美离子 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 美离子可以活化维他命D 你吃进去非活性的维他命D 一定要变成活性的维他命D 才有办法帮助你的小肠去吸收钙 这个过程 那个维他命D 从非活性转活性的时候 是需要美离子的 所以正常人来讲的话 如果你这三个人没有一起补的话 你的钙离子是没有办法 好好地吸收到你的血液里面 再到你的骨头里面去的 你剩一个扫一样 通通都不行 但是一般人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偏食的话 基本上你是不会缺美离子的 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他就说 奇怪我怎么吃了D 又吃了钙 搞了半天 结果骨蜜度还在一直拼命地掉 就是他的 其实我们之前有个病患 42岁的女生 他有一天就是跌倒 就手这样蹭一下 那时候只是觉得有点痛 那时候也没有很严重 就觉得还好 所以他就去睡觉 隔天早上起来 有点腫 就腫得还蛮厉害的 他本来想要去来看急诊 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工作不好找 他又不敢请假 就硬撑 撑到下班 再到我们急诊室 我们X光一照 五折还断门两劫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讶异 想说我就说他怎么受伤的 他说就跌倒这样蹭一下 看下来说我们就帮他做一个 那个骨值检测 骨虫检测 结果竟然是负4.2 真的很离谱 这当你去测那个值 各位可能有个概念 我们测那个值通常是跟你 30岁的人比 所以大部分都是负的 所以负的你不要难过 就是因为一般人的骨头的密度 最高点是在30岁 到30岁以后 就会慢慢下降 所以我每次都劝人家养骨本 要在30岁之前 像彦均 瓜哥可能都没机会了 你们都已经 就已经 就是你们就是尽量不要补松 就是不要掉得太厉害就好 还没有30岁的观众 你就是趁现在 可能要把部分补上来 然后接下来再慢慢再这样下去 负1之前 所以都会觉得你不错 比如说你40几岁测试 负0.7 0.8 你不要紧张 其实你很棒 可是如果你是负2.0以上 基本上我们就会说你是 就是股脂开始疏松了 就是开始有点少了 但是还没到骨松 负2.5以上 就真的是骨松了 他才42岁就负4.2 叫做严重骨松 那很奇怪 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自己搞飞机 因为他有胜结石 他打过两次的体外振波 人家跟他讲说 你有结石的体质 你不要吃太多的钙 所以他吃东西会 所以可能他自己骨松 事实上 我们要为教各位观众一个概念 你知道那个肾脏的结石 大部分都是草酸钙 所以可是你看大家听到说 那我是不是要避免草酸跟钙 这个观念是完全错 你要避免的是草酸不是钙 通常不是因为钙过高 是因为草酸过高 所以造成你草酸钙的结石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饮食里面 没有加钙的话 很多的饮食里面都有草酸 那个草酸会被吸收得很好 所以你饮食里面不加钙片 你的草酸反而吸收得超好 你反而 可是如果你的食物里面有钙的话 那个钙会跟草酸吸收在一起 所以反而会造成 你的草酸吸收量比较少 所以很多圣洁之人 你反而是要 不是要散钙片 好不好 这观念是完全完全错误的 就是因为它一直都不吃钙片 然后它骨质出生了这么厉害 可是以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以前靠食物 对 以前东西都是原型 所以那个东西都很好 现在都是加工食物 淋这么多 你钙跑去哪里 以前的人都农田 以前都去过被工作 对啊 像我们整天躺在沙发上 那你啦 只有你啦 只有我 我们对这个钙很低喔 我等我 腸胃科医师很有感觉是 因为我们也用了一大堆这个 为什么 因为腸胃科诊所的病人 很容易缺钙 很容易缺钙 因为我们吃胃药的时候 把胃酸降低以后 钙的吸收会减少 所以在吃 长期吃 特别是PPI的病人 我们都会劝他 一段时间就要 很多明明就是还很年轻 可能骨蜜就降低了 是因为 因为他一直在吃胃药 把胃酸降低 钙就不吸收了 所以他一定要去测 还有一个 我们刚刚在讲减肥嘛 减肥的时候什么都好 血压血糖血脂都改善 就是 因为减肥的时候 你吃了真的钙是降低的 所以在我们那科诊所里面 就是减肥的病人要非常小心 还有长期吃胃药的病人 也要非常小心 有的这样没有那样 有的那样没有那样 好拗秘喔 所以你看缓缓要顾 对不对 所以真的要多喝泰水 多吃原型食物 对 像我之前就是因为被载 然后就摔车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那就去挂个急诊好了 然后一到那边 然后医生就说 那就叫个S光 然后医生就说 你的骨头裂掉了 然后我就说 它裂掉 然后他就说就是因为侧边 然后就裂了蛮多条的 长科因为鸡也都不深 所以医生就说 那你要用钉钉子 开到钉钉子 好的比较快 还是你要就是打石膏 让它慢慢复原就好 然后我就想说 反正就仗着自己年轻 想说那应该就是 骨质应该就是 会恢复的蛮快的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就说 那我打石膏好了 然后医生就说 那差不多大概一两个月左右 就可以拆了 就复诊了大概两个多月左右 我想说 什么医生都还没跟我说 可以就是拆石膏这样 然后我就问医生说 那大概还要等多久 然后医生就说 因为其实骨头复原的真的很慢 他说有可能是缺带 或是胶 就是胶脂补充不足 对 所以导致于复原的很慢 就是起码还要再等一个月 所以我等于石膏 打了快三个月左右 才拆掉 然后其实重点是拆的时候 我骨头还没完全好 然后所以后面医生就说 因为这样真的太慢了 所以我就开一些保健食品 就是补钙的保健食品给你吃 搭配就是饮食方面 那其实我们在营养门诊当中 通常会有妈妈很担心 小孩的营养状况来求诊 那我这边就有一个妈妈 她带她的小学三年级的 小男生来求诊 可是她走进来的时候 我看这个看起来 真的很像幼稚园 因为她的身高 别人都大概长到140左右 她只有大概120 比别人就足足小一到两个头这样 那我就问她说 那你们平常都吃什么 她就说他们家其实是有性教 所以是吃素的 所以但是小孩 我们没有逼她一定要性教 但也有给她吃一些牛奶 鸡蛋 但是小孩就是不喜欢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真的三餐几乎都是蔬菜 真的都是吃一些 就是什么 然后一点点番茄 这样就一餐就结束 我就觉得那这样很严重的 就是蛋白质缺乏 当然钙一定是不足的 我们建议小孩 其实你补充钙子的话 一天也是要大概 至少到 因此我就建议她说 你的饮食要多一些钙 还有蛋白质才不会 现在长得又呆又小 真的很小只 所以我们就建议她说 你可以来一点 像是彩椒毛豆炒豆干 因为就算是吃素的朋友 大家可以试试看 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各种的 像是豆干 豆腐 那我这里面有特别多放的是 小鱼干跟白芝麻 那如果吃素的朋友 你可以不要放小鱼干 但如果我们一般有吃荤的朋友 我非常推荐你可以多一点小鱼干 因为你们有丰富的钙质 那另外白芝麻的话 还有丰富的铭 那另外来一点彩椒 其实有一些丰富的维生素C 也可以帮助你这些骨骼 其他的营养素吸收 那毛豆是一个素食者 非常好的钙质跟蛋白质的来源 所以你这样吃也不用担心 什么胆固醇会增加或变胖 所以其实像这个小孩 我们大概调理 其实长高需要时间 大概半年之后 真的就慢慢开始长高 长了十公分左右 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就是蛋白质 钙质你是都需要均衡的补充 这样是才OK的 对 我们吃没用 我们到了长高的年纪已经超过了 但我们可以避免你要输 对 我不要讨计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 whatsoever I've got you content What i want you victory